巴拉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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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着风把力全开 一路就全被意外 当带着你的呼唤 修处百变的心态 让我们牵手 寻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园战是英雄的乞丐 小巴掌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坐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学先锋 巴拉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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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狗狗巴斯 巴巴巴巴拉 耶耶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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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 小巴哥德马上赶到 超学先锋与你肩并肩 解决问题 守护你的笑 计划就在心中 再多陷阻也不怕累 小巴巴掌 我名字叫哥德 小巴啊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耶耶 坐好服务马上出发 坐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学先锋 哈 AL MUSIC 都是超学先锋 天雷滚滚 艾迪 这里需要你做一下 内部防雷装置 哦 田田 你在泼射线路的时候 要注意 看了一上我的电路图 看得我眼都滑了 辛苦了 阿丽 你先休息一下吧 不用啊 市长这次邀请我们 来做这座闪光大楼的 防雷工程的设计和安装 我们也不要辜负 它的期望才行 听说 这座闪光大楼 会设有明日岛最大的 购物中心和科技中心 在开放后 可能会成为明日岛的 新地标哦 能为明日岛的建设发展 做出贡献 是我们的光荣啊 哇 不愧是最大的 这座大楼的工程量 真的比其他楼房 要大很多哎 闪光大楼的楼层高 容易受到雷电的袭击 特别是这里 又是雷暴天气高发区 就更需要注意防雷 甜甜 原来你害怕打雷啊 这点雷声有那么可怕吗 谁 谁都有害怕的东西啊 甜甜 这打雷只是因为云里面的正电荷太多了 他们都很想找负电荷玩 到他们的电场强度达到一定的值 他们终于可以离开云层 来到地上 或者其他负电荷在的地方找他们玩 所以我们只要注意 不要靠近容易倒电的东西 不在打雷的时候 待在树下就好了 有时候负电荷觉得寂寞了 也会这样子找正电荷玩哦 对呀 雷声也不过是放电时的气压 让空气爆裂发出的声音 离我们很远 不需要太害怕它的 哇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打雷闪电 是住在天上的雷弓电母发脾气呢 小金 雷弓电母都是神话传说 现实是不存在这些天神的哦 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但是每次一打雷 我还是会忍不住地害怕 没关系的 害怕是很正常的情绪 我们可以慢慢克服 那女神 那 那我们继续吧 还是先回基地吧 现在还在打着雷 安全起见 等天色好一些了 我们再来 这样也好 伙伴们 这就是近几年明日岛的雷电监测数据 这两年均有这么多的雷暴天气 这数量都快和我的爆米花一样多了 春夏季的时候 上升气流比较强烈 天气不稳定 就很容易出现雷暴天气 真的很可怕啊 是啊 雷电不仅会损坏建筑物 还会伤害人和动物 影响电子波系号的发射和接收 对于人们生活还是影响很大呀 嗯 嗯 天天 你怎么了 因为这些雷电 网络信号也不稳定 我好多工作都被耽误了 这种时候 就应该来一把嘎嘣催到爆的爆米花 来舒缓一下你的心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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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雷暴 也能像下雨一样 能提前雨吃就好了 这样他们再厉害 我们也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准确来说 雷暴天气是能提前预测的 但是以目前的技术 我们并不能预测雷电的轨迹 虽然我们还不能很精确地 预测雷电的发生和轨迹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需要去做防雷工程 让大家可以有备无患 避免更大的灾害发生呀 啊 超学先锋 请你们一定要快点 啊 哈哈 市长 你也害怕打雷吗 我只是 有只人比调了 哎呀 不说这个了 刚才有一束闪电 把闪光大龙击中 引起了火灾 什么 我们刚才还在那里 现在那里的火势 已经基本被扑灭了 但是还是对大楼 造成了很大伤害 所以超学先锋 拜托 你们在灾害扩大之前 赶紧完成闪光大楼的避雷工程 嗯 保护市民是我们的责任 交给我们吧 市长 拜托 现在比刚才要好一些了 我们得赶紧争取 在下一次雷暴到来之前 给闪光大楼安装完 所有的防雷设施 安装外部防雷装置的时候 是有可能高空作业的 嗯 我们还得帮哥德 把喷气飞行装置带上 现在出发 耶 各就各位 脑洞大开 超悬能量球集合 三个人 除了 zo 合ky science 代表科学 technology 代表技术 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art 代表艺术 lathematics 代表术学 athelatics 代表运道 这一切总能 超悬线 加油 超铁链链能够变身 工程修理车都能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天呐 如果没有告诉我这是雷机 我还以为这是炸弹爆炸了呢 雷电在一瞬间放出的热量和中极波 都是非常可怕的 威力我觉得并不比炸弹小 那万一现在突然来一下雷电 我们不就 没关系的田田 你忘了我们有雷电监测系统了 所以我们才需要在雷爆到来前 完成防雷工程的安装 还有大楼的修复工作 这张这么大的窟窿 一直在这儿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说到修复大楼 那当然是我修理车哥德的强项了 好 那哥德 你先去修复大楼损坏的地方 安装防雷装置就交给我们吧 我们同时开工 效率更高 曼妮莎 我需要你来计算电阻值和系统电压等防雷系统需要的数据 交给我吧 艾迪 你可以来负责制造和安装大楼的内部防雷装置吗 已经在做了 队长 外部防雷装置的设计就让我来吧 艾力 如果你需要什么数据的话随时叫我都可以哦 我可不会客气 我来负责给这些电子设备进行电磁感应和静电感应的防护吧 只要把它们和防感应的接地装置相连 就不用担心被雷电打坏了 那么接地装置的安装就由我和小金来完成吧 等等等等等等 各位 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 内部防雷装置和外部防雷装置 还有静电感应什么的 都是什么东西啊 我完全听不懂啊 我在做内部的防护装置呢 就是用来作为避雷器 防止雷电的电流进入到大楼里面的 通常就是屏蔽导体之类的 我在设计着的外部防雷装置呢 简单来说就是避雷针系统 不过也不是避雷针 避雷针只算是接闪器 它把雷电引到上面去之后 让雷电通过以下线到达接地装置 电流进入地下 这样大楼就安全了 哦 原来如此 而我做的这些防护 就是要保护大楼里面的这些设施 不会因为和雷电中的电流感应 而受到破坏 啊 我明白了 而所有这些装置 都会把雷电引到接地装置 把电流捣走 嗯 我们得快点了 雷暴好像又要来了 没事吧 没事吧 我可以的 甜甜你怎么了 是雷声 吓到你了吗 没事 不快点的话 就要赶不上了 甜甜 我们都在呢 对啊 害怕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一直逃避着不敢面对 才是最丢脸的 甜甜 勇敢面对它 你可以的 甜甜 我们这边的接地做好了 需要帮忙吗 啊 不用 这点小事难不倒啊 我们还有外部防灵装置 还没有安装呢 甜甜 嗯 爱迪 这是什么呀 老鼠不像老鼠 狐狸不像狐狸 你知道什么 这叫小丑舞 跳的还挺好看的 现在还紧张吗 甜甜 好像真的 不紧张了耶 太好了 现在的你 可以投入状态了 哎呀 不用怕 雷狗店母就是发再大脾气 也打不到你的 小鸡 都说了 那是 哎呀 我知道我知道 放电现象 放电现象而已 我也完成了 真不愧是甜甜呀 哥德 大楼已经修不好了吗 当然 我可是无所不能的笑疤哥德 在趁你完成防护的这段时间 我们也已经做出了外部防灵装置了 那接下来 就要拜托修理车哥德去安装喽 有了 帮你 没办法 我没办法 帮你 你 帮你 帮我帮你 走完毕 闪光大楼的防雷工程完成 太好了 闪光大楼再也不快累积了 等明天雨停了 我也要去闪光大楼逛逛 听说里面的科技中心 有最新的航天科技产品展出 我也想去看看 那我们明天一起去吧 雷暴天气还没完全过去 要小心一点哦 放心 有了防雷装置 闪光大楼里可安全了 天天 你也不害怕雷电了吗 我现在已经完全不放雷声了 没事没事 只是实验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失误 发生什么事了 嗯 육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